因為 加油電腦少女的帶 每次都有今天事 誰趕沒煩惱 生活不無聊 呦 鳥家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早安 我是電腦少女十一 本週除了世代人原版落幕之外 科技圈還發生了什麼有趣的大小事 一起看下去吧 好 那本週最大條新聞 當然就是依法展在德國柏林鎮 正式開展啦 那很多廠商都會搶先在展前記者會 發表他們的新品 那像是Acer、Asus 都在這次的展前記者會 發表了他們搭載第八代intel處理器的筆電 那像是Sansom的話 除了他們上週在台灣上市的Note 8之外 這次主要是發表了他們最新的穿戴裝置 那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廠商帶來了新的智慧家居產品 那依法展開展也代表下半年度的新品 大家又開始啦 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 紐約警局在之前陸續購入了3.6萬支Windows Phone 作為警察公務機喔 不過因為這些手機內建的是Windows Phone 8.1的版本 那微軟已經在7月的時候公告說 他們不會再支援這些版本的手機啦 於是 紐約警局就決定要把這些已經GG的Windows Phone 改化成iPhone作為警察公務機啦 這對已經很小中的Windows Phone來說想必是一個不小的假機啦 至於是哪一支iPhone用去做警察公務機呢 目前還不知道喔 我們最後來看一點跟吃有關的新聞吧 比爾蓋茲最近投資了一家叫做Murphy Smith的公司 那這間公司主要販賣的是仿蒸肉或者是可以叫做人造肉 那這間肉類呢是透過動物的基因培育而成 也就是說你不用殺生就可以吃到像是炸雞啊或是牛排之類的肉 那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溫室氣體的排放 那有些人說這些肉類吃起來還不錯吃 但是依我個人是完全不是很想嘗試 那太友們會想要試吃看一看嗎 好的那太友們一定有注意到是一頭上這頂可愛的帽子吧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它的話呢 就密切關注明天晚上的周末玩什麼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也別忘了要給我們一個like 或是訂閱電塔上個頻道 當然也要記得把粉絲團順先搶先看喔 下次見啦掰掰